10月22日,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多国防长围绕国际军控体系与全球稳定各输己见 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拉夫科夫表示 当前国际社会进入一个地缘政治不确定的时代 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不断竞争当中的各种力量中心都越来越强大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 几乎是所有的地缘政治力量都在国际上 更加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 我们看到各国之间,特别是盟友之间都出现了贸易战 安德烈·拉夫科夫表示 经济上的冲突通常会带来大的动荡和悲剧 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全球性的战争 大家看,各国的军费近年来都不断增长 而且多边军控条约构成的体系 现在不断受到挑战和破坏 以前能够避免一些核战争的条约 现在都不断有退出,不断失去效力 许多国家主张把原来的条约都放弃掉,另起炉灶 古巴中部战区司令安德烈斯·劳雷亚诺·钢萨雷斯·布里托说 所有的军备竞赛最终会演变成战争 他指责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两次动用核武器的国家 目前依然在进行大规模的核试验 并使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大大降低 比如说他们最近还退出了一项协议 就是伊核协定 伊朗核协议其实对于全世界的核武扩散和核军备的削减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如果退出这样一个协定 那么美国的行为使得中东的和平和全世界的稳定都陷入了泥潭 他指出,一系列的挑战让人们意识到多边主义及对话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通过多边主义 通过相互尊重,相互遵守国际法的各项规定 世界各个民族之间才能够和平共处 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朴宰明则介绍了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 他指出,自2018年2月开始,朝韩关系得到改善 双方同意采取措施降低紧张局势 朝鲜半岛局势进入新阶段 现在,南美双方已经开始了一些积极的行动 包括建设连接南北的穿越这个非军事区的公路 这也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首次努力 朴宰明表示,现在的朝鲜半岛依然有冷战架构的参与 建立永久的和平需要把它们完全移除 这样才能让南北双方有机会朝前看 朝鲜和美国去年在河内进行了这个会议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未来 在朝鲜、美国和韩国的领导人之间 能够继续取得新的进展 我也希望国际社会能给我们支持 这样能够让朝鲜半岛这样一个热点地区成为和平之地 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于当天闭幕 论坛期间,76个官方代表团 23国国防部长、6国军队总长、国防军司令 8个国际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和各国观察员等 1300余名嘉宾出席 围绕维护国际秩序、共筑亚太和平主题展开了多场研讨 一位本届论坛的观察员指出 香山论坛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 形成了共享对话、共担责任的交流合作氛围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